人才会流汗 鬼是不会的 这 其实我 是被淹死的 丁子户 里面有把自己老婆致死的老中医 眼尖哥 有落魄的蛊惑仔兄弟 搞发明破产的夫妻 红套都没人要的直播姐 这些人啊 这样是要多惨有多惨 但是他们念口不要钱 也要赖在这儿断水断电的拆迁房里 开发商老板的儿子小月月 为了赶走这些丁子户 好在老爸面前树立微信 继承遗产 便派了两个麻仔 去蒙贵坊 长期半轨下走丁子户 等等 这不是职业法师我聪额吗 我职业法师 既然是法师 扮鬼肯定是不行了 眼尖哥自以为是自己老婆回来找他 这回说什么也不走了 直播姐更是因为播出的时候见鬼 一夜爆红 哎 这俩麻仔 也都敢欺负欺负那小哥吧 由于小距离 接二连三的闹鬼 大家就找来了名叫林姐的驱魔师捉鬼 这个大咖一出场就惊带了众人 爆玩遮羊帽配金色皮侠客 再加上这拉风的三楼车呀 怎么看怎么都像个江湖片子嘛 活不其然 林姐收完钱就开始装神弄鬼 在自己弄的捉鬼仪式上 撒把烟就车乱跑了 结果意外撞见半鬼的马仔 在揭穿他们的阴谋时候 不小心被马仔推下楼梯晕了 林姐醒来后啊 马仔以为诈尸了 便吓得跑出了门鬼坊 正好遇见了视察公路的小月月 听说手下马仔杀人了 小月月怎么都不信 决定亲自去看看 顺便这眼半鬼下下这些钉子货 另一边眼睛都的儿子 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请求林姐赶走这些装神弄鬼的 在小正太和金铁的双重诱惑下 林姐亲自出马装成鬼 自导自演出了一场好戏 把两个马仔和小月小屁股尿流 智商都明显不够用了 战上大家举行了一次寒酸的清宫宴 正当众人对酒耽搁 人生几何时又出事了 一群好像是辅战型剧组 跑作片场的丧之大圈 冲击了龙内 于是众人与丧尸展开了一场追逐大战 这下可好了 外卖小哥自己编成了外卖 大家被丧尸逼到楼顶后 林姐满力一副 我不死谁死的表情 帮助大家用梯子爬到了对面 林姐自己则被淹没在丧尸大军中 其实这一切啊 都是小玉的老爸腾总安排好的 这些丧尸啊 都是购买了蒙贵坊拆新项目的炒方团 彭总骗林姐说只要把丁一字护引出来 就会赔偿他们双倍的冻线费 可现在不断房子保不住了 钱也一分没拿到 大家对林姐很失望 她竟会和开发商狼狈为奸 但因为丁似乎会继续和开发商对方到底 没想到大家只是简单土豪了几句 就离开了建树多年的阵地 剩下林姐里外不是人在风中凌乱 之后的日子啊 无论林姐怎么解释 大家都是不肯原谅她 于是在开发商准备炸回蒙贵坊这天 林姐拉着条夫闯了进去 是一小区共存亡 之前被伤得够呛的几个人 看到了电视转播林姐当钉字铺的画面 还是既往不咎 回到了林姐身边 不生硬 一点都不生硬 大伙重新聚到了一起 下了血本 按1比1的比例 附和了一个地狱 表演了一场腾总下地狱的好戏 腾总被搞晕后啊 发现自己来到了阎王殿 林姐本以为去找吕士不爽 但还是穿帮了 阎王爷他应该穿鞋 而不是穿拖鞋 还是卡通的 阎王爷他得穿鞋 他不能穿一双拖鞋 还是卡通的 好在灵姐还有备用计划 他把小月月也抓了进来 小月月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呀 称号实至名归 把他爹的罪证 全都抖露出来了 而且还被钉字铺 现场直播 这下全国人民都知道 腾总父子干的坏事了 然后父子俩就被抓进了监狱 故事的最后呀 蒙贵坊还是没能保住 新的开发商在这里 盖了一栋城堡酒店 不仅给每个丁字铺 丰厚的赔偿 还给他们提供了工作 并且也重新干起了 自己的老本行 这些人啊 在蒙贵坊的就地上 过起了新生活 也算是极大欢喜吧 全篇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在科学面前 一切牛鬼蛇身 都是指导虎 当丁字铺 养了智慧与勇气并存嘛 否则只会被开发商 玩弄于鼓掌之间 小伙伴们 有没有与开发商 斗志都有的经历呢 快在评论区 给小美丽留言吧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 关注小美丽啊